LiuTV簽的女藝員是有性格的 而我的審美觀是很漂亮的 哈哈哈哈 只要有口罩人人都可以是女神 有沒有覺得自己戴口罩之後是漂亮的呢 有沒有自信心增強了 這些做女朋友的一流 這個挺漂亮的 這個真的挺好 醒醒吧,哪有這麼多女神啊 最後一屆口罩小姐 是 最後一屆顧名思義 想疫情快點過 希望這屆是最後一屆的口罩小姐 這個選美本來不是一般選美的口罩 所以我想透過這個選美去告訴人 其實女性的美是不單是外表 不用只看外表,你看在裡面 而我的準則就是 我要首先知道你個人有沒有內涵 你個人的說話或者想法有沒有獨特性 第二就是你有沒有目標性 真人show好看材是什麼 因為你有很多behind the scene 或者你有很多單頭訪問 原來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是讓觀眾看到你的角色 所以我的準則都不是要很漂亮 又不是要很聰明 但它有一個特點 觀眾記得這個人就是瘋癲的 這個人就是潑褲來的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總之要有記憶點 然後三天經常說 VTD最喜歡簽的兩位藝術是不漂亮的 我們台絕對 哦,大家認同的 我不敢太多評論 你不敢,但你認同的 相信是否想評論 我也有很多位置 對 花姐 花姐,對 花姐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你明白了 花姐是新材,不是樣貌 我想說,很多女參賽者 因為ERROR 知道ERROR在裡面做導師 所以特地過來 但他們開始以為 希望我們開始做ERROR在裡面 變成這麼瘋癲的東西 所以說,我可以吃屎 我可以吃蟲 像蚊豬磚那些 你們刺激 她真的打算這樣 這件事也挺瘋癲的 有個女生走過來跟你說 我可以吃屎 你可不可以吃屎 這件事很不合理 但大家覺得這件事很合理 我真的拿屎出來來咬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你不能這樣說 真的沒有位置 我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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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隊長 對,我們是隊長 因為他生死大拳 就是我們四個各自負責的 所以每逢要我們淘汰 我們都很痛苦 再加上我們玩個真人show 我們當然明白被淘汰的心情 我喜歡明白為何193的時候 跳舞那麼近 但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很想看 你想看到他一兩輪 我覺得我當時應該是值得有10強 你不要猜 就是這個原因 他已經值得買到10強 我覺得公司欠我的膠袋 任何失敗 這個絕對是造假 我們其實稱他為形體大師 就是很多肢體動作 如果不是他的話 我覺得想不到有誰可以做到 沒錯 即是我跟阿Dee 經常跳舞很嚴跳的感覺 我們是做不出他那種嚴跳的感覺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開班教 覺得自己很幸運 會更加珍惜我現在有的東西 因為看到這麼多人去 大家都很需要一個機會 大家都欠一個機會 看到大家都很拼命 跟你說正你淘汰 然後跟你說 我真的會 你給我這個機會 我不要淘汰 三爺淘汰人的時候 他真的流了眼 也不少是早過入行 我看到原來我已經拿到這個機會 但是別人還未拿到 其實他很需要這個機會 這個又令我想很多事情 ERROR的名字改得好 其實你做甚麼都可以 即使你做錯事 其實因為ERROR這個名字 所以令到你包裝到自己 錯錯的 OK 但不要太錯 這次我沒有發現ERROR的名字 不是萬能 我們隨著名氣 越來越增長 ERROR這個準則 都由香港人決定 你可以記ERROR 某程度上 我覺得我們要踏入另一個階段 很多實力 甚至我們主持 我們都要繼續有提升 否則我覺得 終於一天都會被淘汰 我比較深刻的是 《全民造星3》的時候 《全民造星3》出街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是沒有工作的 很容易出街 即是你都會看 那一陣子廣告也沒有 那陣子突然沒有工作 我突然將自己比較下去 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但你有比較就在傷害自己 即是會突然說 我們跳得唱得 嘩 我好像都不行 嘩 這樣 即是那時候 你突然陷入了一個 又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給你發力 就陷入了一個情緒 好像覺得自己很頑皮 很不爭氣 我經常都是這樣 至於你沒有工作 就會掉下去 但其實 每個人都不同 193 你自己的獨特性 是沒有人取得到你 我也有自己的獨特性 沒有人取得到 那你找到你的獨特性 現在的獨特性 現在的獨特性 是怎樣的 樣子很壞 那你怎麼把它發揮 發揮到極致 不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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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穿衣 幫助看妝 我會想 我會抓住自己的初衷 我演員 我想做演員 其實我擅長這個 那我先深化這個 那些人好看 都是因為我們 看了我們 最好看 觀眾最好看 我以為你們那個 按摩冷碎 是 是看到 錄了兩次之後 我就覺得 不要再看了 好像很可憐 我覺得 那個就是因為 之前我們 太多次街 到差不多 你們開始可憐我們 開始說 這幫人 其實都… 都… 值得少少東西 為何會這麼慘 他們的藝人味 為何要吃糞便 但我們剛出道 就被人扔球 大家都說 好看… 大家是值得的 這幫人 這幫奇梨怪是值得的 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ERROR 也養了一群觀眾 不太喜歡我們的風格 但我們的尊頸位 就是我們如何突破 這群觀眾 去有更新的表演 然後傳出來 但我覺得是 對保錡一個進步來的 因為其實人要成長 經歷一件事 或者一件大事 你會先醒覺的 如果他有這件事 令到自己醒覺 我覺得新的保錡出來 我覺得是 是一件好事 我想最大的感受 是因為我們 感覺到他 有多不開心 他這種不開心 我們都會一起分享 尤其是他跟我們道歉的時候 我們都難受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錯 但是 如果他肯改過 你應該給他機會原諒 你應該要原諒他 不是他不停地 斟著他錯了什麼 所以他現在都很肯 他都想通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新的起步 但我們相信 一件事敗一件事的發生 就會影響我們的質地 保錡之後 也會有別的事情 到保錡回來之後 也會有別的事情發生 這些事情 我們 我們只能夠抓住一個信念 就是 既來之則安之 我們真實 我們貼地